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灭新冠病毒 而且列举了各种数据 一分钟杀灭多少 十分钟杀灭多少 那么我看到这条新闻 我觉得很可能会诱导 误导大家 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一条视频和文字 来劝大家科学地看待这样的结果 不要轻信 误信 但是我又不想伤害某些研究者 或者是某些行业 所以我比较委婉地说了 可能另类的研究 所以我的标题用的当时是 最终的结果没有 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 那么有些人他把我讲话的内容 掐头去为只留下了日本人研究的内容 就想说明茶水能杀灭新冠病毒 其实这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属于谣言类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过 有人说喝酒可以预防新冠病毒 因为酒精能杀病毒 那当然谁都知道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体外的实验 就是你如果不在人体 你就在体外 拿个瓶瓶罐罐 放点茶水 盐水 酒精 碱水 所有的这些 它跟病毒自然生长的环境 和我们人体的培养环境 是不一样的 活体 茶水能杀病毒吗 这需要科学的证据 所以我认为 它只是一个体外实验 所以劝大家不要轻信 这样的谣言 所以最近网上流传的这条 视频 我郑重宣布 那是断章取悦 掐头去尾 把辟谣的做成造谣子 所以请大家谅解 也请大家擦亮眼睛